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曾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歡迎介紹今天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王瑞德先生 結婚超過30年了 快要了 我記得是快要嗎 大年初我已經過了 30年了 好 OK 第二位是我們的知名律師 賴芳瑜賴律師 職業超過20年 對 OK 還有一個是精神科醫師 潘建治潘醫師 立委元年 OK 還有一位是迪志偉先生 OK結婚十年 十年 對 十一年 十一年 但是沒錯 你講十年 滿十年 好還有一位 哇 曾經分開十年 是陳玲玲小姐 歡迎幾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今天要講的是 看不懂的婚姻呢 那麼講的是這個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余曉凡跟這個翁家明 當年有多紅 非常的紅 都是八點檔最炙手可熱的男主角 跟女主角 大家知道當年瓊瑤的戲 在台灣是破天荒的 收視率是居全台之貫的 他們兩個就分別都是瓊瑤的男女主角 而且不但在台灣很紅 因為瓊瑤的戲在大陸也非常的紅 所以兩個從台灣紅到大陸去 而且 雖然講婉君啊 不是婉君啊 是婉君啊 真正的婉君 婉君表妹 婉君表妹有好幾代 最遠 元朝那一代的話 是謝玲玲 對 那是好 那大概已經 四十年 搞不好是黑白片 對 後來近期比較被大家認識 或印象深刻就是這個余小凡 對不對 那她是在很紅的時候 兩個人結婚的嗎 對 兩個都很紅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交往大概十年 其實他們的情侶關係也公開了 只是那時候後來余小凡懷孕了 懷孕之後呢 然後跟翁家明就偷偷的在結婚 但是那時候很低調 是因為後來不小心 被某報的媒體記者就發現了 然後就爆出來 那才知道說余小凡這個 先上車然後再去結婚 他們的婚禮我還有參加 那時候在這個 台北的五星級飯店 真的是俊男美女 然後現場眾星雲 因為最紅的時候 兩個結婚 然後兩個都是這麼紅的 男女主角這樣 哇戲裡戲外 都讓人家覺得說 哇好登對好匹配喔 然後翁家明那時候 對於小凡非常好 就很溫柔體貼 然後也還蠻浪漫的 那後來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曾經婚姻有過一度危機 這是大概2007年 其實距離現在也已經七八年前了 那時候就是 翁家明被拍到 跟一個空姐 就是 疑似有婚外情 這樣子 然後呢 除了講說是跟空姐之外 還有跟小孩子的老師 幼稚 幼稚 那時候兒子還在年幼稚 對 所以就是說 因為就是這個新聞的報導 所以就等於說 好像翁家明這個好老公 跟好爸爸的形象 就被 就破功 那因為這個事情 其實當時也鬧得蠻大的 因為也包括 這個被指說是小三的這個空姐 也被停飛 就弄到公司把它停飛 然後呢 甚至當時他還有一句非常經典的 智里名言也變成很多女孩子 就是交往男性的一個金句 叫做寧願在ODI放空 沒有 寧願在ODI上哭泣 哭泣 也不要在TOYOTA上放空 所以你懂那個意思嗎 我跟大家說 TOYOTA很多車其實很好 真的啦 真的 頂級的也很貴耶 沒有TOYOTA就是耐操 實用上油 真的 對不對 修理費又便宜 對 那所以當時 不然ODI是好車 TOYOTA也很好 那它只是一個比喻 所以後來也被人家延伸 就說我們沒有一個等級 就是說寧願在TOYOTA上哭泣 也不要在機車放空 也有被人家改成這樣子的 所以它是個比喻 所以當時 甚至有很多 他也有在賓士上哭的 也有在Bentley上哭的 在老師來是大哭 等級不同 等級不同 所以說當時這個新聞就是 就是鬧滿長一段時間 至少差不多一個多月 兩個多月有 所以後續有一些 後續有一些發展 而且翁家銘因為這個事情 他一年沒有接新 因為形象很想再生 然後甚至是說 當時以為說 那應該這樣子 你跟他就不會再碰面了吧 又被拍到說 兩個人有在碰面 所以說就是當時 就是有一些輿論是講說 你都已經 你是沒在怕嗎 你都已經被釘成這樣子 然後你還去跟他見面這樣 所以那時候 大家就很關注 余小凡的態度會是怎麼樣 你會哭天搶地的 要跟這個男的離婚 或是出來就是 幹狗這個小三 還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面對你的婚姻 那當時就是說 媒體的報導是余小凡 當然很難過 就是他也很震驚 然後呢就是 一類洗面 他甚至就是 有出席一個信息發表 也在哭嘛 那時候被問到這個問題 那但是他當時是說 他為了小孩 你眼睛那麼多 他有一兒一女 兒子現在念國中 女兒現在念國小 那還很小耶 那如果你把他往前推嘛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 小孩在上幼稚園 這不是更小 對 所以他當時是說 他為了要讓小孩 有個健全的家庭 他就要 意思說 他是會原諒翁家明 那雖然說原諒當時 但是其實翁家明這條路 也走得蠻辛苦 因為他對 他就是說 不管他去告訴他的原因 跟他跟余小凡解釋 是說我跟他其實 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只是紅門自己 我們不知道他怎麼跟他說 但顯然余小凡是 就是接受了嘛 對不對 但是他本來是在家裡 就是說我相夫教子 對不對 那但是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余小凡他就到大陸去拍戲了 然後那時候被解讀說 因為他沒有辦法 每天看到翁家明 所以他要到外地去散散 為敬為敬 對啊 所以有被解讀是這樣 然後甚至後來不是 余小凡有買了一個房子嗎 他們就是從一個舊家搬到新家去 然後翁家明也被說 因為那時候記者就問翁家明說 你是不是分居了 對 你是不是分居了 怎麼辦余小凡 怎麼會從民生東路搬到仁愛路去呢 那翁家明的解釋說 沒有啊 我們就是換房子而已啊 我也是在那個家 那記者就追問他說 那有沒有睡在一起 然後他回答記者是說 很多夫妻沒有同床睡的 所以就被解讀說 住在同一個屋檬下 但是不同床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說 有時候我覺得翁家明他 因為你知道藝人喔 就是你要面對媒體 其實不要講話 有時候是最聰明的做法 因為你講了 你可能其實只是想要很珍惜 就像我們講到基士那樣 他覺得我講實話 結果反而被人家覺得是荒謬 所以 要是我一老就睡 睡得很火熱 不過我要講一下 因為我跟他們夫妻都很熟 因為小白我很佩服他 是因為他在最紅的時候 然後生了小孩之後 就淡出演藝圈 在家裡面相夫叫子 那翁家明呢 其實後來也慢慢淡出演藝圈 之後就改行做生意 那其實有一段時間 生意做得也不是很好這樣 那但是呢 夫妻倆還是一起度過 其實他們倆還 就在這個空姐事件之前 或多或少 因為翁家明紅嘛 又帥嘛 其實我們斷斷續續都有聽到一些些那種很奇怪的這樣子的風聲 但是因為我們想不太可能 而且說真的大家基於保護的立場 這個事情都沒有爆出來 也都沒有深究 因為想大概就是只是拍戲了一些炒作吧 就當成是宣傳好了 他從這次余小凡事前來看 我覺得余小凡其實處理得非常好 因為第一點他沒有對外面媒體講很多翁家明不好的事情 那翁家明也很認真的在表現 你看事情發生之後 余小凡現在到大陸去拍戲 翁家明在台灣帶小孩 他每天接送小孩上下課 就在父親的這個立場來講 翁家明扮演的這個角色扮演得非常好 那所以這一次 我覺得 在婚姻裡面 畢竟余小凡是一線女星 又這麼紅 那先生偷吃的這個事情 不管是不是真的假的 爆出來對一個女明星來講 我想她的震撼是很大 所以余小凡其實命 滿苦的 沒有啦 還好啦 老公這樣啊 然後她在大陸又被騙了四千萬 四千萬很多 對 沒錯 那事實上余小凡 我們現在只看到她婉君表妹對不對 其實她最漂亮的時候 那時候演什麼 京城四少 京城四少的女主角 那時候演京城四少的時候 好多的那個男的觀眾 那個像瘋狂一樣 那麼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就是說 你這個已經是已婚的身份 你還進了賓館 你知道嗎 完全沒辦法接受 還發生婚愛情 我還沒講完 是被拍到 你既然敢做 你要敢搭啊 你怎麼被拍到了 你可以偷吃 但是嘴巴擦乾淨 你的意思是這樣 絕對不能偷吃 就算你要偷吃 也不能被拍到 她這次被騙的原因是因為 那麼她其實就長年後來 就把這個戲劇的演藝中心 移在中國大陸嘛 那叫拍片 那拍片的過程當中 其實這些年來 因為台灣的這個警政署啊 他搞那個等於說 不斷的那個反詐騙 165對不對 我們台灣被騙的那個 整個那個件數跟金額在下降 對 可後來他們就出國去了 出國去 詐騙集團到哪裡呢 到對岸的中國最多 中國大陸 然後跟東南亞很多 包括柬埔寨 有一陣子也到這個南韓去騙 那麼這時候 郁曉凡是接到一個假的 上海公安 上海公安局打來的電話 那我們現在都 接到這個就知道是假的 或者是什麼 因為不會有什麼公安局 警察局 地檢署打給你 我們一聽 又是詐騙集團 可問題是 因為他在演戲 再加上 其實他們能夠接觸的 他們一般來講 沒有很多的時間 在看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社會新聞圈子 他比較封閉 其實他們是保守 又封閉一個圈子 所以這也是解釋 為什麼很多台灣 還是對岸很多的 明星都被騙的一個原因 那結果他被騙了以後 公安打電話給他是用什麼理由 就是上海公安就是類似 就很簡單 你現在你的帳戶 捲入一個所謂的洗錢 跟一個重大的詐欺案件 那麼現在我們要辦你 而且你的傳票 我們發給你 你都沒有回應 那你一定會害怕 而且監管要真正上 後來就來這一套了 就是國家 我跟你講重複一遍 不管是大陸的公安 還是台灣的警察 沒有那麼好的 國家就給你一個乾淨安全的帳戶 先把你的錢 你要匯到這個地方來 否則我要全部把你沒收就對了 凍結沒收這樣子 那他一天很害怕 所以後來回到台灣了以後 他分了大概有六七次的時間 把這個大概是台幣四千萬 分批匯出去 匯出去以後有一天 他就跟翁家明問這個事情 跟他講這件事情 翁家明才知道你被騙了 所以翁家明帶了他 到台灣的警察單位去報案了 那報案了以後 記者有沒有 台灣公眾人物 你跟警察機關報案說 要保密你的身份 你放心隔天報紙就登出來 就是我們 所以你不能相信 台灣從來沒有查幾件洩密成功的 匯款匯六次 兩個月內匯六次 沒有錯 匯了六次 那事實上我跟你講 他其實匯了四千萬 四千萬六次 你會說我們現在提領 非約定帳戶是三萬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詐騙集團發現 他們掉到斐陽了 他在他不斷不斷的騙的過程當中 然後他們就大量的車手 我們很多的車手都在中部地區 東部地區 他們是用百分之比的比率 你成功多少 我就給你抽多少 一百萬塊你抽幾萬 用這種方式 結果他們弄了三百張的卡 你知道嗎 二十四小時 想辦法三百張 不斷的不讓人去領 不讓人去領 你知道嗎 先用網路轉帳 把這四千萬 弄到三百多個不同的帳戶 然後再用三百多張提款卡 叫車手不斷的去把它 全部都提領一空 所以你看他們 他們細緻到這樣的程度就是說 還記得過去有一個佛教機構 也是被騙了兩千多萬嘛 對不對 兩個女人 還因為這樣被趕出山門嘛 對不對 那裕小環就是因為 他沒有處世衛生 他演了很多的戲 可是事實上 他在這個詐騙集團 那個事件裡面呢 處世衛生才會被騙 那個毛澤東有一句名言 他說 事業上最難的兩件事 第一個事情就是 把自己的思考 放進別人的腦袋 沒有錯 是把別人的錢 放進自己的口袋 沒錯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 把自己的思考 放進別人的腦袋 那你就是老師 如果你把別人的錢 拿進自己的口袋 那你就是老闆 那這兩件事如果都會 那你就是老婆 所以 所以 我曾經跟他同意講過 這詐騙集團很厲害 我編了很多理由 想說我老婆口袋 騙兩萬塊都騙不了 但是他這次有一個最關鍵點 為什麼讓余小凡願意 因為他跟他講說 如果你不配合的話 你就不能再入境中國大陸 對 他用這種東西 所以他用這個來動了他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其實他只要打個電話問一下就好 我讓翁佳明他聽 他就知道這是詐騙 因為我們這邊等於說 比較資訊比較多 金額這麼高通常有 其實夫妻是這樣 我如果有一個違規的花單 我太太就說 你在什麼時候被人家拍一張照片 這樣 說怎麼可能 第一個那裡有攝影機嗎 第二個限速是多少 結果我就開不快啊 65 你知道那裡限速多少 40 50 那你超過5了 因為一般來講 我就覺得差不多在60 應該都不會被人家拍 但他限制了特別的人 那照片旁邊 重點是照片旁邊 好可怕 新竹去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隨便在新竹違規 新竹 因為一般違規我們是超速拍後面對不對 新竹弄了很多拍前面 沒有寄安全帶 就因為這樣引發家庭革命 因為拍下來以後 並要弄小擠 小擠 所以我看到照片 一定會看旁邊有沒有人 對 我講這個事情是要談余小凡 可是沒有想到 我這麼清純被你們引到 真的人心思邪惡 沒有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太太至少會跟我講說 你有一張罰單 就是說兩個人 小事情也會講 今天我們哪一張稅單 奇怪我們怎麼會有 要需要繳那麼多稅 類似這樣 可是我意思是說 余小凡跟翁家明 其實是夫妻 那余小凡難道不會跟他講說 今天公安打電話給我們 說我們違反洗錢防治法 要我匯錢到乾淨的帳戶 夫妻之間難道不會這樣講嗎 沒有 像這種夫妻 我覺得啦 像這種夫妻是什麼 像他們這種狀況的夫妻 遠距離嗎 也不是遠距離 我覺得就是人家講的那種 表面的夫妻 假象的夫妻 這種例子很多耶 我們以前有一個老牌 很知名的政治人物 會打老婆的 那後來傳說也有小三 他對外講 我們夫妻是同房喔 可是你知道嗎 實際的狀況是 因為他們家是豪宅 他的臥房進去以後 還有一個臥房 還有一個小房間 房中有房 房中有房 他們是分開睡的 可是外面的人 連小孩都不知道 是分開睡的 小孩也不知道 就進到同一個房間 只是房中有房 那我自己 我自己很多病人 其實是會有很多這種 像余小凡這樣的婦女來看診 你知道他們的狀況 通常是什麼嗎 就是說先生有外遇 而且是不斷 所以他們又因為有小孩分不開 所以他們常常是處於 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離了又結 結了又離 分居了又同居 同居了又分居 分分合合的狀態 就你以為他們 因為像這樣的公眾人物 就算離婚他也不會去登報 沒有錯啊 可是你即便在同一個屋檐下 你至少雖然沒有同房也會說 那我應該會那個錢嗎 我覺得 那是多大的錢 我覺得當余小凡 他要去中國打拚賺錢的 那一刻開始 他們的財務就一定已經分開了 他已經大概不太相信這個男人了 可能連賺多少 他都不會跟他講 四千萬是很 他們那邊很大的收入 應該講說 其實在余小凡 他懷第一胎的時候 其實他們曾經 那時候翁家明有接受訪問 他講說 他們結婚前跟後財產都是分開的 那就是說 余小凡賺的是他自己的 翁家明他賺的 他自己的賺 他要養家 因為翁家明在出 所以他在余小凡懷第一胎的時候 翁家明曾經在大陸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是登記余小凡的名字 然後那個時候 他是想要再 就是給余小凡一個驚喜 老婆你看 別人的錢放進自己口袋 對啊 他要給余小凡一個驚喜 然後當時余小凡 他在翁家明告訴他之前 就覺得奇怪 因為他透過一些 反正就是有些蛛絲馬跡 讓他知道說 翁家明在大陸買了房子 他本來以為那個是包二奶 要給二奶住的 要給二奶住的 要給二奶住 然後他就 就是在翁家明還沒有告他之前 告訴他說 我要送你房子之前 就是余小凡就先發吃人 你這房子是要幹嘛的 所以翁家明他只好說 這房子是要送你 送你的 他本來不相信 他說這是被我發現 才這樣講吧 就讓他看那個 全狀 那上面直接是余小凡 那當然老婆 就很開心的收下了 所以翁家明他講說 余小凡從以前到現在 賺的就是比他多 所以余小凡有講說 這四千多萬 當然被騙了 他很不甘心很難過 但是不至於影響到他的財務 因為他付出之後 到大陸去接戲 他平均一年接三到四檔 那你說以他這種 以前是窮搖女郎 就是說有一個基本的 比方說他接一集戲 至少三十萬四十萬 人民幣 所以大陸有時候拍戲是說 因為大陸不太像我們台灣的本土劇 是那種一拍幾百集 因為這樣你就削爆了嘛 大概就是二三十幾 就像以前的八點檔那樣 所以他這一檔拍完 他就是接下一檔 就是一年三檔嘛 一年三檔 三十幾就是九十幾嘛 那九三二十七嘛 就是兩千七百萬 但是我想余小凡這四檔 應該是他從以前到現在 存下來的等於是私房錢一樣 可是翁家明其實大家不要想 翁家明其實也有賺錢 他雖然之前生意做得不太好 後來他有經營法 那前幾個月才開了一個健身中心 裡面還有非常佈置得很漂亮 然後還有那種餐廳布什麼的 那基本上感覺翁家明他也開始 有時候拍戲 那有時候做這生意做得也很好 所以他們兩夫妻分開來真的是 就算是發生事也不影響他們的生意 不過我覺得洪怡在問的一件事情 並不是他們的財務問題 就是說他們從以前就是財務分開嘛 洪怡在問的重點是這樣 夫妻關係 為什麼這對夫妻的互動 對 你如果你媽媽會跟你說嗎 都不會說嘛 會跟你問嘛 所以我們家為什麼要規定 就是說我不管我太太的 我們家錢是都交給太太就管 但是我不會管他怎麼用 可是我們有一個默契 就是花五千塊以上 要彼此召喚一下 就是怕遇到類似這種詐騙集團 因為你關心則外 關心你會亂 會害怕 對 關心會害怕 你召喚一下 OK的 你要給媽媽給誰 都OK 所以現在講的是 那為什麼他沒有說一下 就是說你照理來講 大陸公安啊 那有可能牽扯到司法官司耶 那阿嬤應該曾經 那是犯罪耶 對 因為你會害怕啊 也會問一下先生 對不對 會怎麼樣 那為什麼沒有 重點其實在於 夫妻之間的互動 而不是以前 我不相信玉曉凡 從以前到台灣 一直到中國 打拼這麼久 四千萬就會把它全部毀掉 我不相信 你看就是說 即便是翁家明以前這種 所謂偷吃的這種傳聞那麼多 再來就是說 這個兩個人 你剛剛講的就是 住在一個屋簷下 但是是 你也許貌和神明啦 沒有太多話可以講啦 我還是要提一下就是說 我確實認為跟財務分開沒有關 這樣你只要想一件事 如果遇到危機 你第一個會想到誰 應該是先生或者太太啊 第一順位的監護人 你看到不是 那也不是法律 我會覺得就像你在醫院 有一個緊急聯絡人 會提你的太太 是一樣的道理 同樣我覺得 你四千萬 不一定是錢多錢少 而是 你遇到一個重大事件 那你會找誰商量 就是我覺得 每個人生命週 都有一個叫重要他人 你第一個會想到誰 那通常 如果夫妻感情是緊密的話 一定是會寫太太 我記得有一次 我去醫院 要去一個醫院演講 有一次啊 然後你看那天 反正狀況不是挺好的 那我就到那裡去 說發現來不及 本來想要搭他那個接駁車 到基隆去 然後呢 我就 來不及 我只好就招了一台計程車 那那計程車司機 他就說 他就載我去 其實我那時候 精神狀況不好 是因為我一直要趕著 一大早去到基隆去演講 然後呢 我說那你就開吧 那我就在車上 就準備上課的資料 然後他到了欺賭還是哪裡 他就從後照鏡就一直看著我 然後我其實很討厭 人家這樣看我 因為我可能 正在通電話 所有人都不喜歡 因為我在談事情 我會覺得你在 你在虧視 你在虧視我再講 因為我接了案子 所以有什麼 我可能跟美聯姐 正在通話 他也知道電話上 差什麼回事 所以我很討厭人家 這樣子虧視我 所以我說 請問你有什麼事嗎 那他那時候 已經在交流到了 他就說 是要在這邊下嗎 我說你再問我嗎 我就是不熟嘛 他說你 那那時候 我記得七朵好像 他就是兩線道 高速公路上 就兩線道是吧 他就要下不下的 他就在那邊猶豫了 他一猶豫 所以整個後面有個那個 那個是連結車子 就兩個連結 就從後面就撞上來 撞到你坐的計程車 對 撞到我坐的計程車 那那個司機我覺得 那個連結車 那個司機也挺厲害 他會閃 他閃的時候 但是他連撞了兩次 又撞回來左側 就是 所以他那個 Toyota的車 就整個就 他真的是Toyota 所以你就在Toyota上放空了 是在Toyota放 他真的是同樣 老實說 一般有時候好車也會啦 還是你乾脆就在Toyota上面哭泣 不是 那時候撞上去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 遇到車禍最怕是第二次追撞 對 很危險 其實最怕是第二次 但是我剛才講 那你是沒有路肩嘛 那你就要決定 你現在是要下車呢 還是繼續坐在車上呢 那位女 對不起 那位司機是一位女性 他開始就大哭喔 我說你 我說你在幹嘛 那天我就 你趕快按那個 他不是有個警示 他沒有他大哭 就打電話 一直老公我的車子被撞了 因為他那個車子是新車 怎麼辦 我說你報警沒有 他說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反正但是你要把他吼 因為我真的很擔心 還好那個連結車他就報警 報警了 然後那個拖吊車就來了 然後呢 你知道 一上來一定那個車都毀了 一定會先問我 你有沒有怎麼樣 因為後面整個都毀了 那天我真的說 好人 不是說好人有好不好 但有一些事情就是運氣好 你就是要說好人有好不好 所以你拍那個廣告嗎 不是啦 我真的是連擦傷都沒有 然後所以那個拖吊車也嚇一跳 然後說你是賴律師嗎 我說是 然後你還好嗎 我說我還好 可是我第一個時間 插個話好 如果你被撞傷了 不代表你是壞人 我是要講這件事 你如果被撞傷不是壞 我只是運氣好 我真的 我剛才就是要補這一句 可是我第一個時間 打的 他打電話給老公對不對 我其實打的也是老公 我就說 我說 我就叫爸爸 我現在在車廠車禍了 那他說你有沒有怎麼樣 我說我沒怎麼樣 那現在在等 應該是叫警察了 我正在等那個過來 那我現在在哪個位置 他說你 然後就大概就一直 我電話沒有斷 因為我讓他一直知道 我現場的狀況是怎麼樣 好 然後等到那個拖吊車 我說拖吊車來了 我放心了 因為我真的很怕追撞 那拖吊車是兩台拖吊車 所以他就已經擋住 後面的那個路了 所以我就比較放心 所以我就下來 那下來之後 然後他就問狀況怎麼樣 我說不是 是我們的車子的錯 我說我電話留給你 但是我真的要去改演講 那你有需要我做筆錄 我就做筆錄 好 因為我是認為我們這台 這犯的錯 瑞醫師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你看喔 那個進行車司機是個女生 然後他出事以後 打電話給老公哭 你呢 出事以後 雖然你毫髮無傷 你打電話給老公 第一時間 我第一時間 我在車上就打 對 像我老婆 如果她坐進行車 她一定跟我傳簡訊 我坐幾號幾號的車 我也會 對 我也會 就讓我們知道說 她的狀態這樣子 那我意思是說 這個 儀小雯跟老公 到底處在什麼樣的狀態下 可是他們又沒有離婚 所以我要講 一定後面有一個男人 好 我要講婚姻這件事情 跟離婚這件事情 跟兩個人關係 其實是兩件事 我一直要講 有些是婚姻都還在 但是兩個心通水火 抱和生理 有人是離婚了 只是感情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婚姻的存在 是一件法律的事情 感情是兩個人的事情 我覺得這真的是兩件事 但我要講 其實婚姻關係 可以說是人的 最緊密的 不是父母親 也不是兄弟姐妹 是想嘛 至親至叔 最緊密的 夫妻嘛 不不夫妻還在前面 這是從我們精神醫學的觀點 不是 至親至叔夫妻啊 對 夫妻是最親的 也可以是最疏遠的啊 對 也是最可怕的敵人 所以 就是 最可怕的敵人 因為他最了解你啊 大嫂 我老婆在罵我的時候 什麼話都敢講啊 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他最了解你 因為共患難嘛 我要講一個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病人 得憂鬱症 憂鬱症就有很多原因啊 比方說 你考試沒考上啊 或是你做生意失敗啊 我們會有 所謂的生活壓力事件 排行榜 可能 比方說 你今天出去被車撞到 也是一個壓力事件 那可能20分 對 那比方說 你家蟲死掉 那可能50分 大家知道最高的是什麼嗎 最高的就是 夫妻之間 那個人際關係的失落 失落是什麼意思 就大概就是兩種情況 一個就是離婚啊 或是說就是 永久的分開啦 反正就是分開 另外一個就是 配偶的死亡 另外一半過世 對 這個失落是比其他的 有些人離婚 不是一種喜悅嗎 那個 如果他不覺得是失落啦 比方說我有一個小三啊 我高興跟他在一起 我跟原配離婚 這個當然就對我不是失落嘛 可是 對原配就是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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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活在一個 什麼樣的狀態下 我覺得啦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 其實像翁家明這種狀況 這種男生還蠻多的 長得帥有點錢 然後其實他有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第一次第二次被爆到 其實還有不知道多少次 沒有被爆出來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情 一定長久就不好了 那余小白有沒有跟他離婚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 可以說他活在痛苦中嗎 他活在痛苦 那也許他現在找到 適應的方法 這個適應的方法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到了這個 這個四十幾歲 又是知名人物 你說還開公司什麼 他說不定他也是個主管 下面很多人也要靠他 他要拚一個生出來 你知道嗎 那個面子對他很重要 就是他告訴旁邊的人 在說 拚主 我很好 我沒問題 我還可以演戲 我還可以做生意 那人家難免會問 小孩多大啦 你們過年附近有沒有去哪裡玩 那個時候怎麼辦 他一定要維持一個 好像他們家庭還和樂的假象 你看那個記者 問那個問題多尖銳 還有沒有睡一起啊 你記不記得 全世界最強的美國總統 柯林頓 白宮雪茄路恩斯基事件 等一下 先休息這碗 老師基金老師 對 他講說 以他這個從晚期協會已經過來了 他說未來啊 夫妻的這個 尤其是婚姻制度啊 受到的挑戰會越來越大 OK 他說呢 十對夫妻裡面呢 能夠真正套位齁 真正存兩對 對啊 套位 對啦 白頭偕老的意思 你說是白頭偕老嗎 對 就是你看用怎麼定義啦 對不對 有些是白頭偕老 骨子裡叫同歸於盡 對啊 我曾經有看到一個個案 我真的講 婚姻 為什麼會這樣講 婚姻跟感情是兩件事 在我自己經歷 你看二十幾年的一個案 應該這樣講 習昌德說 進入婚姻就是告別愛情 所以大家很清楚就好 那他講的話 我覺得聽聽就算了 還是有很多人在婚姻中有愛情 你們都是在婚姻中有愛情 所以會這樣講 因為沒有愛情 自己沒有那個經歷就不要講別人也沒有 太不斷了嘛 沒有我看過那個個案 就是說像剛才講 我一直來講婚姻只是一個形式 那那個形式 我一個太太呢 她其實孩子她真的拉拔打 那先生呢很早就離家 當然就有另外一個家 也有小孩 那他就說 我跟你講 我跟這個女人的品種比較好 跟你的不太好 跟後面那個 後面這個 你看多狠 是不是 那你遇到這個 其實在我的角度 覺得你為什麼不離婚 但是就十幾年來 她就是守著這個殼 那個女的就守著 原配就離婚 她就不肯離 那我其實常常看到這樣 那我都會很好奇 問女性朋友 你為什麼不離 我必須講 即便我們現代社會 很多的精英女性都說 你這個是怎麼樣 他說這真的很丟臉 她就覺得這真的是很丟臉 她說 很沒面子 很沒面子 她就覺得說 離婚就是對她來講 就是一個失敗的一個 就是失敗 所以她不能去接受 這是第一種 另外一種當然講說 有算命說再忍七年 她就回來 我舉個小小例子 也是會有這種例子 也是真的有 也是在回頭 那是運氣 也是運氣 有一次我就跟一個女性朋友 她聊她就說 她老公外遇抓到 然後吵吵鬧鬧之後離婚 然後之後她又說 我老公又吵起來 又開始搭起來 反正總而言之 我聽了一個半鐘頭 聽到她在講 她這個婚姻有多差多差 我說 喔那這樣子 你今天是要委託離婚嗎 這個律師就會喜歡 帝偉恩莊 他說沒有耶 算命說 我跟她是七次夫妻耶 我說那你來這裡幹嘛 抒發心情 抒發心情 他應該是要來看精神科 再加一句 這已經是第七次了 其實我蠻能了解 這樣女人的心情 因為之前 之前那時候 我跟我先生兩個 分居兩地的時候 後來我發現 她在國外 其實也有女生跟她搞曖昧 那時候我非常非常的生氣 因為我會覺得說 沒關係 我再辛苦再怎麼樣 都可以 我之前就跟她講過 我說什麼都可以忍耐 唯獨我不能忍耐 就是你有外遇 那我絕對不能容忍 那一定是離婚收場不用講 可是還有發現 你老公了不起 你還記不記得她講過 那個中國女生 脫光光進來 她就沒有 那個坐懷不亂 聽聽就好 好 不管了 但是當我知道這個事情 我心裡會很難過 因為在我的心裡 我會覺得說 我老公這麼忠誠 怎麼可能發生這個事情 你怎麼可以讓人家有機可乘 不管他有沒有後續 那時候我非常非常生氣 我就覺得說 好 我要離婚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時候 我心情會覺得說 第一點我會覺得說 其實我還是蠻需要這個家 我還是很愛這個家 即便是我真的很生氣 氣到跟他 那時候吵了好幾次說 那我們離婚好了 你去跟那女的摘銷 我成全你們好了 怎樣怎樣 講到這樣 可是後來你發現 還是放不掉 最後還是默然接受 現在最後乾脆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當然回來之後 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說我能夠理解 那時候我也是常常 去我周圍的朋友講說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離婚嘛 講起來好像很簡單 離婚了離婚了 錯 你真正在那裡面的時候 有的是因為 還要靠老公拿錢 這個是最糟糕的事情 對 那如果說像我們自己 有獨立能力的話 不離婚的原因 真的是你對這個婚姻 對這個家還有眷戀 也不捨得放 我們大家來仔細回憶一下 一周刊 你說好 有拍到什麼 旺家明 那最近幾次一周刊 一天到晚在拍人 最近一個是什麼例子 是您的嗎 不是你的 不是啦 我沒有 是議員嘛 某女施議員 跟一個已婚的 推倒藍綠的高牆 對 真的 有沒有離啊 沒有啊 沒有離 那周刊 那是另外一個 那更早之前的 別的例子 比方說吳一聲有沒有離 沒有 九把刀有沒有離 分手 沒有 彎彎有沒有 沒有 還有情比世間 的那個世間雙 有沒有離 沒有 其實你注意去看 真的有離的 我們大家都會講 我另外一半給我 趕給我外語 我馬上跟他離婚 你真的拍到啊 周刊拍到給你看啊 有沒有離 十個大概只有一個離 大概就是那個誰 高國華嘛 高國華後來是真的跟 跟他在一起 可是這個是少數耶 其實大部分是 好像 我不知道後來是怎麼樣 是接受了 高國華那也是第二次啦 他離婚有經驗啦 有經驗 有些人後來是接受了啦 或是說貌合神離 就是像他們那樣 好像可能還住在一起 那有些人就是說沒有離 可能分居 他也是 這個經濟學上有一個詞 叫Synergy 就是叫做忠孝 忠孝 就是我認識一個 就社會上你剛剛講 所謂女性精英 他是一個很 權力很大的民意代表 叫男朋友打到 我也是沒有離 也沒有分開 這樣 你不覺得 哇 你都已經 對不對 你在提倡女性概念的人 怎麼會這樣 可是 一定有很多的橫左吧 對啊 他會跟你講什麼嗎 不是就是說 感情上我是不是還依賴他 有沒有其他的利益 對不對 我覺得是 是一個綜合他評估後的結果 對不對 人性就是有這樣的 但是很多人 我要講的是 是沒有離 可是其實還是一直很痛苦 很痛苦 門診裡面很多這樣的病人 謝謝休息一下 最後變成那樣 看得好難過 好 有人打死不離 有些人是很奇怪的原因想要離 這裡有一個例子是這樣 就是說公公曾經出軌 那媳婦覺得公公很骯髒 這是一個竹科工程師 陳先生 他向法院訴請離婚 原因是四年前 這個他跟太太陽性女生結婚 那得知公公年輕的時候 曾經出軌 年輕的時候 那就幾十年前了 他就覺得公公很不乾淨 那如果作為吃飯 他一定要中間隔著別人 連公公拍他肩膀 都覺得公公是在吃他的豆腐 所以這個加上容易 對先生的女同事吃醋 所以陳男就訴請離婚 那後來法官用兩個人感情 出現裂痕的原因 沒有辦法完全歸咎於養女 因此才定駁回 就不能離婚了耶 你說是男的想離對不對 男的想離 因為跟這樣的太太相處很辛苦 疑神疑鬼啊 對 因為他還有講到一點是說 這個女生他對老公的女同事 很會吃醋 所以讓這個 我覺得原因應該是在這裡 那個 你今天一直看她回去 就完蛋了 也不得了 你幹嘛節目上一直看她 好 她跟你們在幹嘛坐在一起 對 遇到那種就是會 第五次坐在一起了 對 很奇怪 那麼多來賓 你就是要跟她坐在一起是怎樣 好好好 你遇到這樣子的 有那麼巧合嗎 是真的痛苦 如果你真的沒什麼 但他一直要這樣子講的話 你怎麼解釋都沒有用 然後一回到家就是要跟你鬧這個問題 如果說這個 陳先生他有這樣子的一個太太 那他當然會覺得他的婚姻是痛苦的 然後再加上說又扯遠了 扯到說 爸爸的事情他也有意見 像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跟這個有點類似 然後他就是說 他這個老婆 就是管他的 管他管得很嚴格 就是說你跟誰出去 你這個時間點在做什麼 器官 你一定都要跟我報備 那這個太太他就是家 就是他沒有在工作 所以他在家裡就是小孩 有小孩的時候 重心還在小孩 當小孩去上學之後 他的重心就是在查他先生的情 今天晚上的先生晚一點回來 他就覺得說 你今天晚了五分鐘 你這五分鐘做了什麼 塞車啊 對啊 塞車 那今天塞車 好 這個理由他接受 明天又塞車 你每天都在塞車 他就不相信 對 那比方說就要這個先生說 你要提出證明 那這個先生只好 比方說用這個行車紀錄器 我們本來是拍外面嘛 那他就把它轉過來拍他自己說 現在是幾點幾分 我們現在正開始開車 然後再走回去開到家 那就真的就是塞車 好可怕 他就是要做這樣子 讓他太太相信 所以已經到後來 他雖然人在外面是自由的 那行車紀錄器 只要轉過來的時候 就是離婚 轉回去離婚 對 那所以 他過這樣的婚姻 就是過了快十年 他太太越來越誇張 對 他誇張到就是說 因為你每一次都妥協嘛 對啊 那所以說 我們也是跟他講說 那你為什麼就覺得 有時候人就是 你會讓他能投親過 就是你什麼 他講什麼你就配合什麼 因為你為了證明 你自己 的確是這樣 那有些人就是很有 很有guards 他說你不信就算了 對 那如果你要因為這樣跟我離婚 我就認了 有些男生他可以做到這一點 因為要我是沒辦法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雖然是夫妻 也要有一點自由度吧 對 對不對 我跟洪怡兩個人 都是不怕太太 但是尊敬太太 你贊成嗎 100%贊成 你這樣講話 好 你看吧 你看 鄭洪怡都承認了 所以我跟他完全是不怕太太 好 那所以 所以後來 你現在你不要說什麼 人家不是怕人家尊敬嗎 他在講尊重這件事嘛 那這個男生他本來覺得 我這朋友本來覺得 就是尊重 你不相信我就讓你相信 因為我覺得 只要你相信你就不會一直煩 那 鴨島最後一根稻草事 這個太太後來誇張到 這老公要加班 太太因為不相信她加班 就要到公司去 你今天去加班我就到公司 那名義上我是送宵夜給你 但事實上是去看你在幹嘛 監軍 對 那這個老公他覺得說 我有做到你這麼不相信 對 那同事看他眼裡 人家覺得說 哎唷 你沒有來了 你不是做什麼壞事 你沒有這麼不相信 然後就說 鴨島最後一根大小事 那一次加班 然後他下班了嘛 因為剛好他們加班 同一個部門就是說 有另外一個team的也在加班 然後他們是一起坐電梯 那當然這個team 我帶一個team 這個team是女主管 然後他們就是 所有人都在電梯裡面 可能有七八個人 然後就講說今天加班很累 就剛好加班很累 那不然就大家去吃個宵夜這樣 然後呢就電梯門打開 就是剛好我是他 這個是那個team的女主管 然後門一打開 太太就提著宵夜 然後就看到他們兩個 但電梯裡面很多人嘛 那他就不明就裡 就上去說 我就知道你有鬼 那就打人家那個女主管 哎唷 然後打一把趕就說 你這個狐狸精怎麼樣 然後這個男生就一直拉開 太太太說你不要亂 他不是他怎樣怎樣 然後這個太太太就說 你還護著他 對 然後把人家那個女主管 打到抓臉啊幹嘛的 把人家弄受傷 那人家要告他 告他太太傷害 那你說這個老公 他要出庭去作證 他是要護老婆還是要 事實上你是真的亂 你是亂吼亂咬人家嘛對不對 那弄到後來就是說 這個先生就覺得說 我在這樣 太丟了了 對他真的沒有辦法忍受他的神經值 然後他就去 等於說在那 因為他那一次他要作證 他就是證實他太太的確 是不分就離去打傷人家的 那當然就是 反正最後是和解 他就賠錢嘛 那這太太就跟他說 你就是跟他有一腿 你就是為了他 所以你在替他說話 居然還替他說話 我要跟你離婚 那這老公就說 我就是等你這一句 然後他跟我離婚 我就等你這樣 那這個女生聽到這句話之後 他整個人就 對他就說 你為什麼會要這樣子講 他就告訴他說 這十年來我的婚姻 有多麼的痛苦 然後我明明是自由的人 但我卻活在像監獄裡 然後被你監控 我睡在你旁邊 我都覺得很恐怖 我都不知道 你會在我身上裝什麼 GPS之類的 所以他 晶片植物 之類的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 看好萊塢電影看多 他就有離婚了嗎 沒有他等於說 但他要離人的時候 本來就是太太說 我要跟你離婚 他說好 我就給你這句話來簽字 這個太太反而不要 你這樣我跟你離婚 對耶不對耶 我跟你離婚 就跟那個女的怎麼樣怎麼樣 他到現在還沒有去 他去忽視這個男生的痛苦 反而在想說 你要跟我離婚 就是要去跟那個女的雙數雙倍 那我就不讓你稱心如意 所以因為這樣這個 我這朋友 他只好去肅請離婚 結果呢 他離婚啊 他成功啊 因為他在過程當中 就是他其實就是 他的小孩也幫爸爸作證 因為小孩也大概 那時候已經國小五六年級 就是說 媽媽的確就是 會常常打電話給爸爸 然後也包括就是說 媽媽回來就是常常 爸爸如果沒交代什麼 就是會罵他會幹嘛的 所以其實小孩 幫爸爸 我覺得這是最難堪啦 就是說你要到 然後庭上是叫自己的小孩來作證 只是因為父母今天要離婚 對 我們是跟他講說 你做到這樣其實 當然他說他沒辦法 因為他覺得再這樣下去 他說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不是我老婆死就是我死 我補充一下志偉剛才 對不起他 就是我補充一下志偉講就是說 在法律上 假設你不斷的指數 你的另外一半是跟別人在一起 就是說外遇 這個部分會構成離婚的理由 不堪背後之精神虐待 對 他是一個精神虐待 然後而且是有 你條文怎麼那麼精神 不是他自己準備 他自己準備的用 好 就是說只要你一直不斷去指數 外面有人 譬如說討客兄 譬如說 舉例啊 他只要出去就說你討客兄 你穿個什麼樣子 他就說你怎麼樣 那你會一直懷疑你的另外一半 是外面有女人的話 這個也都會變成 我們有個判例就是直接講 這是是符合了 一個可以離婚的一個室友 在判例上 所以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這算是一種精神虐待 不管是男生懷疑女生 男生也有男生懷疑女生 然後女生懷疑男生的 這都是 這就屬於精神虐待 坦白講 有些女生真的那種懷疑 一身一鬼到 我都會覺得很可怕 譬如她每天就這樣 從那個解了一根頭髮 然後開始量 量自己 這是誰的 比我長的不可能啊 比我長那麼長的事啊 然後呢 要不就是說 可是你雖然留長頭髮 也是會有短頭髮掉下來啊 對 短的就沒關係 太長的就不合理啊 女人就會有那個第六感 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是有嗎 我有一次 真的啊 有一次我太太一上車對不對 因為她座位是固定的 那麼一上車她就拿了一根頭髮 這誰的啊 我前一天颱風 前一天颱風 結果去載一個大姐 就是我們報社的大姐 然後呢 她自己因為那個身高不一樣嘛 所以她稍微挪了一下座椅 我沒有發現 她在挪座椅 然後掉了一根頭髮 頭髮長度也都差不多啊 欸 她就可以發現 你知道我就跟她說 笑一下說 哎呀 是溫姐的啦 就是我們那個大姐的啦 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說 你怎麼沒跟我講 她就知道 你知道 所以一根頭髮要跟妳講 一根頭髮她也會知道 她其實是因為那個位子挪了 她挪了也會發現不對了 然後就怎樣 你沒跟她講 問我為什麼跟她講 我說颱風臨時打電話給我 我根本沒想到跟你講 真的溫姐有調整話嗎 真的是溫姐 然後我剛剛為什麼 我剛剛為什麼講說那個什麼 為什麼講說是那個 我跟洪瑜都是那個 等於說不怕太太 對不對 但是尊敬太太 為什麼 剛剛講的那個case 等一下 先進行廣告 好不好 你不怕太太沒錯吧 有戴傷片 女生對這個很厲害 椅子是溫姐條的 剛剛那個太太有精神潔癖呢 那麼因為這樣子的懷疑公公 那已經有點困難了 因為 總會有家族聚餐 沒錯 她是不坐在公公旁邊的 對 那公公有時候講說 啊來一起一起坐 她會覺得手碰到她的碰到 她是真的不舒服 沒錯 很不舒服 然後呢她無法忍受 可是她還包容 跟公婆一起出國旅遊 哇她出國旅遊 更是接觸的機會就多了 然後呢 所以呢她丈夫也的確 為一些事情有爭執 可是她說她盡力維護這段婚姻 所以法官因為看到這位太太對婚姻做的努力 所以這個肅請離婚是駁回的 哇 那卻看不出這個丈夫要承受什麼樣的過程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駁回表示他們這個婚姻是繼續的 那繼續之後呢 你就可以想像 公公已經知道她很嫌她 大家已經知道你是什麼原因離婚了 而且這事情還上了爆 我們來講 公公的很多 顏面上也會有困難 沒錯 婆婆更困難 對 你不是傷到公公 你要傷到婆婆 全都傷了 所以 意思是說 婆婆都不怕垃圾就對了 講這個 你這麼乾淨 你們妻子每天都不睡 你最乾淨嘛 我都不怕垃圾嘛 這時候會把婆婆跟公公緊密結合喔 再來 跟這兒子媳婦請問你要怎麼相處 所以呢 法官不准離 也是名存實亡 對 我剛剛為什麼一直強調就是說 什麼怕老婆啦 什麼尊敬太太 其實是父親 互相尊敬啊 為什麼 在這個Case裡面 法官的判決是法律 可問題是 法不入家門的原因是因為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好 你現在認為說 這個太太其實有委屈自己嘛 她有想要求權對不對 可你知道嗎 當你判決不離婚的話 她還是得回到這個家 她必須跟她的先生相處 兩邊相隔到北京要離婚 我們不要跟你相處啊 一四人你會跟你 傳不到罪不來 那就算法院判又怎樣呢 還有 她還是必須要跟她的公婆相處啊 你知道嗎 沒有改變而且更惡化 因為事情新聞都出來了嘛 這個Case就是跟大家說 說說說說 如果要帶媳婦 你要跟你們兒子說清楚 你們父親是五個外遇的喔 問題就要這個地方啦 都說清楚 早年的 你們兩個去離婚 其實不用小朋友 不用小朋友 現在才慢慢的 有所謂兩性平權的概念 早年在大男人主義的那一輩 很多男的外面三七歲 還是榴槤花蟲搞通搞西的很多啦 那當時的原配很多都被迫選擇隱忍嘛 對不對 我想真問嘛 你現在的年輕人 如果說說外遇 媳婦就要陷 這樣不知道有多少 我說討伯的 對 當然我們不能怪媳婦 媳婦她可能真的認為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可問題是 可問題是 難怪法官不准判你了 這樣禮齁 哇 那這個 天下大亂 天下大亂 台灣已經是禮婚率世界第一了 我們可以永遠保持大概十年不墜 你知道嗎 可問題是我告訴各位啊 那這個先生其實他也是無辜的 我們老爸要做什麼事情 不是我可以控制 你知道嗎 可問題是 當你要想像那個畫面 比如說過年除夕夜 整個畫面 要圍爐 對不對 我不會跟公公桌上 公公跟你有時候跟你 哇 怎麼反彈這麼大 會怎樣 公公還給你們的菜 喔 這個 有的不像站起來 你知道 這個不是什麼 誰欠他誰不欠他的問題 而且這未來啊 如果說其實這太太 怎麼相處啊 太太有這種樣子的精神潔癖 我不知道精神科可以幫什麼忙 其實這個倒不難 對 那他有一個投射 你想想看這個先生 如果他有一些疑心病的時候 哇 光是那個影射 他這個兒子 這個先生就很難活了 但是這邊他有講說 我聽過這樣子的 很毒的喔 有其父必有其子 可是他這邊有講 法官之所以兩人 以兩人感情出現戀和的原因 無法完全歸咎於女方 換句話說 法官一定認為說 這個錯不會只有女方 因為男方一定也有錯 都有問題啦 剛剛講到那個媒體 我剛剛講的是用很尖銳很很 最極端的語言 有沒有可能 有 有 我跟你講 甚至你不用講出來 你光是表達這樣子的表情 我覺得對方就很受不了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朋友啊 是有錢人 那麼他是孤兒子很孤兒子 很孤兒子很孤兒子 很孤兒子很孤兒 很孤兒子很孤兒 他結婚了齁 你知道嗎 那個懷孕的話 前三個月跟後三個月比較危險嘛 那通常就 醫生會建議不要刑房 對不對齁 就你知道嗎 在挺了大肚子的以後 太太就開始跟他講 我這樣不方便 你就到外面 花錢解決自己的需求 要記得要帶稻子就好了 這樣子 那結果呢 他問他有沒有 他都說沒有 他都說沒有 一直到生完孩子了 過了幾個月 他又這樣問他說 我一直叫你去解決 你到底有沒有 你跟我講沒有關係 是我自己叫你去的 我完全不會怪你 你跟我講 他一直跟他先生這樣講 傻人啦 念頭 他後來有一天真的跟他太太說 既然你一直問我 我不曉得騙你 我真的有 而且是跟隔壁的那個 一個太太對不對 然後給他錢怎麼樣 從此以後 只要兩個人吵架 最後一句話 我這個朋友的太太 隔壁毛你做這個工作 那就是 你在嚇啦 奸差啦 奸差所值 奸差所得 隔壁有還算什麼 不是 開發票好不好 結果你知道嗎 夫妻兩個只要一吵架 一吵架吵到最後 他們母吵到沒話 他們說 蠟燒人 骯髒鬼 然後就外面開雜牌 然後就這樣 骯髒鬼不要碰我 以後怎麼樣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回答 你知道嗎 因為你自己自首的 你知道嗎 你沒有辦法回答說 我怎麼辦 你罵到這個地方 他就啞口無言 有的女的他會在乎 很在乎 你有沒有跟別的女性 發生性關係 那各位再問一個案子 哇這個更也更極端了 這是一個流性女子 跟靈性男子相戀 他就變數個月之後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案子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我們家務事很複雜 我覺得那個對公公的那種潔癖 應該是他們離婚的一個表面的理由 應該有 就是說私底下我們更不知道的事情 沒有啦 我覺得那個根本就可以算是症狀了 這是一種強迫性思考 我們很多強迫症的人 有一些潔癖 那常常是沒有什麼理由的 手洗了20遍還要洗 但是問題是 他不再洗的話 他很痛苦 他會很難受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他因為那個強迫性思考 而引起的情緒不穩定 他會因為這樣發脾氣 因為這樣影響到人際關係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 常常沒有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很差 就是如果我們睡不著 影響了生活 我們會覺得已經有病了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上班 就是沒有辦法去 賺不到錢 我們會覺得 我生病了 可是常常就是 其實我們精神疾病的定義 就是說會影響你的生活 工作還有什麼 人際關係 我們的情緒問題 影響到人際關係 那也是一種病 但是我們常常沒有自覺 而且這個人際關係 所以你人也很壞 我跟你說 不是人員 我們在講的人際關係 就是指重要的親密 對於家人的關係 你跟我說人際關係很好啊 你去嫁下去跟人家 跟同事出去唱歌 那都不算人際關係 真正重要的人際關係 就是你跟你親密的人 你的家人的那個關係 才是重要的 如果你的情緒已經遭到 會影響到家人人際關係 不好意思 那就是病 那就要醫了 你講得真的非常好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最近看到好多那種 男生 就是女生懷疑他外面有人 就殺他 在小孩子面前殺他 最近太多這種事情 沒有錯 我都覺得我們真的沒有 在教育的時候 教這些東西 沒有 你剛剛講的 就是夫妻怎麼相處 家人怎麼相處 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家都在教什麼 化學元素 靠腰到現在的 用過化學元素 教你背那個什麼 你怎麼背出來 對不對 但是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剛才我覺得潘醫師在提到 就是說那個人我關係的 不善於處理 導致了婚姻失和 這一件事情 其實你在 我們如果在處理離婚 這件事 我一直在講 這個法官 他為什麼會駁回的原因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 就像第一個 像正在講 他不只是這個表面原因 但是要講說 每個人都帶一個屁 譬如他剛才這個屁 是因為精神潔癖 那有人譬如我舉例可能是 感情潔癖 或有些是生活習慣會婆媳不和 譬如說 他可能就不喜歡 婆婆餵小孩子的時候 先把他嚼爛再餵小孩子 有沒有 像有時候婦女就 那個媽媽 有時候老一輩 會嚼爛再餵 或者他覺得說 媽媽你為什麼餵小寶寶的時候 吃你沒有先洗手再餵 那可能就不希望婆婆 來照顧他的小孩 就因此吵架 那也是一個習慣的不和 那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被修正 他是要被修正 剛才那個精神潔癖要不要被修正 他應該被協助 被治療 應該是看潘醫師這種 所以你去法院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有些問題是要到醫院才能解決 不是法院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 還是沒有准離婚的原因是說 但是太太顯然也知道自己不對 所以她願意去改善她自己 所以跟著出國 她想要努力去改善這一件事情 她覺得自己可能也不太好 可是先生並沒有接受 所以法院才會認為說 那你的破裂你就不能全部歸給你 全歸罪 因為他在努力挽回這個婚姻 他在維繫這個婚姻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狀態 他也努力去改善 所以我要講 沒有人是一個 結婚就是一個不完美的人 跟不完美的人在一起 誰會完美 那他爸爸曾經有 所以要解開這個太太的心結 不解開要重新回家 所以要看醫師 第二個是什麼 他需要去 所以他 我就說 當你遇到這樣 第二個就是個性不和 一定是個性不和 可能才會結婚嘛 不會一致的 所以你遇到 生活習慣不和 個性不和 或者是家庭成員 互相不和 你要的做的事 怎麼樣去處理這件事 而不是說我不要了 不要就叫離婚嘛 好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有幹嘛 我們的感情生活 我們都不敢 對啊 該教的沒教 不該教的亂教 教的也教不會 好 接續剛剛那個話題就是說 我是看報道說 歐洲他們是說 從小學一年級 他們就要求所有的小孩子 把家裡的玩具帶來 大家一起玩 分享 對分享 而且到六年級畢業的時候 再帶回去 這樣 就是大家知道怎麼分享 人之間怎麼相處 人我關係 不要只是 課業上的競爭 你幾名我幾名 好班的 壞班的 放牛班 生學班這樣 然後他說 因為我有看那個NHK 他們在小孩子 就讓他們去學校營養午餐 都是學生在打菜 煮菜的時候去扛菜 甚至於去幫忙洗菜 就是說 你們這些菜 是人這麼辛苦來 你們也要幫忙 今天這一餐 珍惜 那麼多人的努力 然後呢 打菜 你打給別人的時候 打菜的時候 你要全身要裝 要穿那個衛生的衣服 這樣 再來是 就是你端菜給別人的時候 那個接受的人 無論如何一定要 很敬謹的說謝謝 就是 這是一種感恩 我覺得我們的生活教育 真的很欠缺 這倒是真的 我可以講一個 當然我不是 我自己是東海大學的 那你知道東海大學 就出最近出了 正結的事件 那東海大學的 不就寫了一封信 他說 我們不夠愛他 所以才會讓這件事發生 那其實像我們大一呢 其實就是學 大家一進去 早上就要開始掃地 然後呢 還有一個 當然那個大家可能都有玩過 叫小天使活動 也就是說 你要每天去問候你自己的小天使 然後我們可能在這邊 就要學習到 如何去照顧跟關係 小天使是誰 小天使就是你可能選一個對象 可能是你的學友 學友或什麼 然後你可能有同學 然後你可能要去照顧他們 問候他最近好不好 我意思是說 像這樣 類似這樣當然是我大學 可是 也確實在那樣一個校風之下 我覺得我們比較懂得關懷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 很極端 這真的很可怕 對 台北市一個劉小姐 她跟林先生 這個相戀幾個月以後 奉子成婚 那婚後呢 她跟婆婆住 婆媳長期爭執 有一次婆婆甚至譏諷她的媳婦 說懷的不是自己的孫子 哇 這讓媳婦氣得火冒三丈 吵著跟丈夫離婚 而且呢 憤兒去墮 憤兒墮胎去驗DNA 結果證明孩子是林男的骨肉 這場婚禁只維持16天 就離婚收場了 那時候大家都有報 沒有之後還對付公堂 互告加重誹謗跟詐欺 明明是奉子成婚 最後為了證明清白而墮胎 那我想想看 如果為了證明清白 其實孩子生下來驗DNA 就知道了 可是他們認為說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家庭適合 即便生下孩子 會有更多的問題 其實孩子是非常無辜的 那麼還有 就是說 楊摩川子也可以驗DNA 那麼還有 就是 依然是這樣之後 這個婆婆呢 還把她的結婚照印在紙上 就在這十幾天而已喔 還寫她的名字說 她騙婚輕忽生命 而且塞在她跟鄰居的信箱 還傳簡訊說 我不會放過你 哇哩咧 這不是認識才幾個月 結婚才16天 有這樣深仇大恨嗎 如果根據這個新聞報導的話 請問你為什麼 女孩子要去做DNA 為什麼 墮胎後要做DNA 我要告訴你 我的孩子就是你的 但是 就把她做 聽說這個墮胎是經過 墮胎是經過 好像兩個人同意 因為兩個人後來感情不好 16天結婚就那個嘛 因為婦女墮胎喔 有一個 有一個期限對面 一定要男生 配偶要能夠同意的 那不用照片 還是有一些 偷偷在做一些 偷偷非法墮胎的事 沒有啦 真的啦 但問題是她為什麼要這樣做 她這樣做就是證明 我 我沒有去投票而已 你知道嗎 我肚子裡的孩子 真的是你們家的 但是就把它給剁掉了 對婆婆來講 她意思是說 我為了要把我兒子帶這個媳婦 我借50萬做聘金買金嘛 進門沒有多久 說什麼對我兒子沒感覺 吵著離婚 認為呢 她騙婚 嗯 啊50萬是聘金買手勢 所以是騙了50萬嗎 那女方為了騙50萬 嫁給你兒子嗎 現在一個婚姻啊 通常我們也是太小床 不太大床 小床從6萬6 8萬8 12萬到20萬不等啦 那大床就是擺出來給人家看 沒有 然後這個 這個吵架的過程裡面 我看不到這個男生的角色 對 OK 重點在於還要 為什麼媽媽還要去借50萬 來幫你辦婚事 而不是你自己辦婚事 非常年輕 嗯 可是啊這裡面 就牽扯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其實就是婆媳之間 好像還短短的時間而已 好像是不合 婆媳之間的問題 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你知道嗎 我講一個最簡單 就舉自己的例子就好了 我的媽媽跟我的太太 也不是那麼OK啊 為什麼舉個最簡單的方式好了 每年過年除夕一夜 因為我太太個性跟我一樣是O型的 他有什麼他就講什麼 那孩子不乖 所以孩子不乖他就會罵 你知道嗎 不一定會打 但是他會罵 除夕回去圍爐的時候呢 我父母是不能接受 那一天打罵小孩 小孩不能哭 因為一整年都會衰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很為難啊 因為孩子不乖或怎麼樣啊 那你知道為了這個事情 我就必須要跟他溝通好多年 溝通好過年的話 你溝通太太還是溝通嗎 溝通太太 溝通太太好多年就是說 麻煩你忍耐一天 你知道嗎 切魚就可以罵了 不是 回去出過這個家門 你就可以罵了 你知道嗎 所以小孩很聰明喔 小孩知道那一天回去 兒可以作怪 你知道嗎 所以我太太就跟孩子冷冷講一句話 等一下回家你就知道 但是他就忍那麼一天 可是這個時候 介於婆媳之間 這個兒子跟丈夫 其實他的角色是很尷尬 而且很可憐的 你知道嗎 我說自己有孩子 都像這樣台灣人 過年的時候都沒有你兒子 對 不能靠啊 不能做什麼 他都會跟他在旁邊說 你才差不多了 你才知道你才知道 過年我怎麼會說 有些人說 整個店子 好好 馬車就變南瓜了 你才是 人的一生 有各種的傳奇 沒錯 這個前華龍集團 負責人 我記得 許阿貴 翁大明 這些 許阿貴也走了 檢察官嘛 很有名的 股市蕭雄翁大明 是倒臥在家中浴室的烤箱 所以是心肌梗塞嗎 對應該是心臟的問題 他心臟影響不太好 支架裝了七根了 他算是台灣財經界的傳奇人物 有選過立委 沒錯 最高的這個身價呢 其實是一千五百億 對沒錯 而且他早年的家族企業 因為他是二代了啦 對 聽說是被立爸 沒有 他爸爸 他爸爸突然間奏事 然後他很年輕才二十七歲 公司的老臣 包括王佑正在內 就把他們的公司給殘食精分吃掉 所以那個叫王子復仇劑 一步一步的把屬於爸爸的產業 抓過來抓過來 然後再修理你這老臣就對了 那個叫王子復仇劑 那我跟他認識蠻多年的原因 是因為他一直是 台北市警察自由會的理事長 一直到現在 一直出錢出力對不對 然後讓警察可以出國去旅遊 就是他 然後可是問題是 當然華融案後來破產 就是華融自救會對不對 沒有正面的去面對這些員工 其實是他一生最大的一個 等於說敗筆 也是最大的遺憾 然後這個人對不對 非常特殊一個原因 他喝酒 只喝一種酒叫加飯酒 那個加飯酒是很特殊的 為什麼呢 以前為了工作採訪的關係 被迫去酒店你知道嗎 就常常跟他一起喝酒 然後他就 我是說真的 我是很被迫 加飯酒 類似紹興酒那樣子喝 他都不喝什麼威士忌啊 白蘭蒂布 他都跟大家一起喝 他帶來的這個加飯酒 他人是一個蠻豪 我一直在強調 雖然華融案處理的不好 但是跟朋友之間 這個處理 你看跟他這幾天 跟他相處過的人 都說這個人是很豪氣 然後他就是豪氣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老頑童 王子復仇記 後來老頑童 為什麼叫老頑童呢 他在華融案的時候 許阿貴那時候 檢察官要辦華融案嘛 他牽責到議長啊 什麼一大堆 那時候其實檢調單位 都在監控他 就在監聽他 你知道嗎 他也知道 他就搞了一個飛機 早年的時候 其實他整個 那個企業很大的時候 甚至於是很多 股市操控手後面的金主 所以他的股票一買幾十萬股 幾十萬股在買的 都透過電話嘛 就他有一次搞了一個飛機 他跟我講的 他生前我們去喝酒 他跟我講 怎麼捉弄他你知道嗎 我們股市代碼 不是都四號嗎 都四號 然後呢 他之前就先跟他的秘書都講好 明天要來捉弄誰誰誰 捉弄那個 負責監聽我電話的 因為他聽人家說 監聽他電話的人 有人就是拿他的股市報名牌去買 他就故意把 我今天要買的那個股市 比如說一二三四就變成四三二一 你知道嗎 他故意這樣講 然後故意前一天就告訴你 我們明天即將要進多少 讓給他掛掌停板多少 結果呢 他就把一二三四 弄成四三二一 那一天呢 就晚上故意跟他的秘書說 明天就是全部給我買進多少多少 然後呢 多少多少以後 跟他講了以後呢 那是不是在聽的單位 趕快記 這支名牌有沒有 快記 三千萬 就進去了 跌停板 跌停板 鑑聽的人這麼有財力 他就去弄 馬上去掉很多的錢 借很多的錢 因為汪大明那時候是股市的名牌 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是他炒作的股市 都一定強 原來是 他後來很得意在講這件事情 哈哈 大家跟我講說 他還特別去打聽他們 套牢了吧 有一股一大 一大早的股市一開盤 有一筆三千萬的單就進來了 然後哈哈 很高興 他就很高興 他就是這種個性的人 我感覺 翁大明 他騙去 很少人懷疑他 因為他等於說 在處理很多事情上面 並不是處理的問題 其實我也認識他 我講實話 他應該做了很多 失敵的事情 對啦 我想怎麼說你知道 他當時 台灣沒有泥巴基尼 他買第一台泥巴基尼 你知道泥巴基尼多貴嗎 你知道泥巴基尼多貴嗎 你知道泥巴基尼 泥巴基尼當時就 我想一兩千塊兩三千塊 你用房子在路上跑 跑車 很漂亮的跑車 因為以前的錢很大 太奢華了 結果你看那個 華龍官場工人那個 可能讓他去看 他們要的是他們的退休金 對 而且不是多要了 是應該給的 應該給的 一個人都沒有錢 那個人這樣摸多久 你知道嗎 而且一直到他死之前 其實他過的生活都很優渥 我意思是說 你怎麼會忍心看那些人這樣 你有辦法 每天喝酒過那種生活 華龍的舊場 你知道以前的 那個鴻湖委約交割 不好意思 那時候是怎麼 看這個廖金 委約 這個二十幾億 幾億 就委約 後來 台灣才成立一個 叫做委約交割基金 從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交易裡面 提波一點點 成立一個基金 就應付以後 券上如果委約交割要用的 賺的孫就都自己的 養的孫就都放給大家 這是什麼 可是問題是他跟政治界 他培養的政治界 很多人當了金主 那時候華龍幫的立法委員 有二三十個人 合智慧烈體 你忘了在立法院上面 直接拿刀子 這樣子直接砍 然後後來去搜索的時候 幾十個立委 全部跑到現場去阻撓 我們現在在講說 他曾經創造傳奇 就是什麼 宣佈要參選立委 爭議性的 沒有兩個月就選上 很短的時間 那時候 我跟你講 他怎麼選上的 那時候我念台北醫學院 沒有 那時候我們同學就來講 有人在五星級飯店餐廳 車流水時要吃 我同學就吃了兩個禮拜 就誰 就翁大明 五星級飯 來就吃 來就吃 就這樣請 問題是你也 他也不是你的選民 你怎麼樣 沒有… 反正他就是靠這一招 一直請客 最後他就當選了 酸禮畏 他有結婚嗎 他沒有 他有兩個小孩 他有兩個小孩 對 那些女兒後來還因為 毒品案件 後來還被地檢署通緝 他這樣應該有繼承事件 所以這次是他兒子發現 他倒臥在家裡面 然後才報的案件 所以他的資產大於負債 他身邊沒有女性 沒有陪伴嗎 晚年的時候 應該是 負債大於資產 早間是個歸傭 華龍的土地都被銀行 強制徵收去 強制徵收去 類似性侵犯在打官司 對啊 就是說用情趣用符 侵害 後來判無罪 他後判無罪 沒有 我好像還在打官司 謝謝